各位現場的媒體朋友們還有所有的朋友們辛苦你們 然後大家好天氣這麼熱還讓你們等那麼久真的是辛苦了 因為這剛才那個有一點塞車嘛對不對 對難免難免禮拜六的下午就是要跟大家在這邊一起見面啊是不是 好那麼今天一開始因為大家都相當的熱也相當的熱情 我們好像還沒有聽到很熱情的掌聲跟尖叫聲耶 把你們在看電影的時候那種熱情都拿出來嘛對不對演得太好啦 謝謝 可是你拍出來在鏡頭上看起來是很完美 尤其現在攝影鏡頭啊基本上都4K 8K 12K這樣才算的 對其實真的蠻近的對不對 那會害怕自己的肌膚狀況不OK嗎 其實沒有因為我從來沒有讓我的肌膚就是放假 每天一定要就是基礎保養一定要有 這個講法很妙 人可以放假肌膚不可以放假 不可以 不可以對不對 對在家我放假皮膚不可以放假 但是聽說前一陣子前一陣子帶了全家人去日本玩 呃帶家人去好好的放鬆一下 去日本放鬆的時候人就是這樣 平平罐罐懶得帶 請問你是這種女生嗎 我就是標準大家覺得太多罐會有點麻煩的那種女生 對所以就是我基本上保養其實就是喜歡簡單 但是非常有效果這樣 簡單又有效果 從日本回來神經氣爽之外 我站在這個距離是看不到什麼毛孔 而且有非常彈潤的感覺 雖然我沒有辦法 對但是我可以感覺得到 除了自己當然啦 因為年紀也還輕 除了這個之外呢 你在日本出去旅遊的時候 有什麼保養上的這個秘訣嗎 其實我保養 因為我就說我比較像是男孩子個性 所以我不太習慣帶太多瓶瓶罐罐的 所以我就是針對重點來帶 那我自己非常著重就是你剛剛說的毛孔還有保濕 毛孔跟保濕這兩件事為什麼特別的著重 就是比較小看 好像毛孔保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其實所有的肌膚問題 都是從這兩個開始的 對你不隨便啊 你並沒有想像中的那個 就是說我其實很隨興 沒有啊 我就是小聰明 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達到那樣子的效果 好毛孔跟保濕 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這一支超級小 但是又攜帶方便的 艾杜莎高機能毛孔保水精華 重點是它很小又很方便又很有效果 小輕薄短小 而且帶在身上方便 對 出國的時候海關也不會差你 對 因為這個剛好容量差不多 還可以在飛機上做一些保濕這樣 喔 就是何時何地都可以做對不對 對 現在也可以 現在也可以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不要看說台灣的這個環境潮濕啊 這跟皮膚的水分其實是完全成反比 沒錯 對 尤其現在夏天這麼熱其實很容易 因為曬到就是會缺水 是 那麼我還要講一講 聽說你是一個非常 就是平常都是被所有公 身邊工作人員檢視 所以當然也要反過去檢視他們這樣 所以像我在大陸拍戲的時候 其實 呃那個我的助理 是一個小女生 是 年紀比我還要輕 但是她的皮膚非常的乾 我都忍不住要告訴她說 你真的要好好的保養 不要看你現在才十幾歲 這麼年輕這樣 所以你就是屬於那種一群人出去 看人家皮膚狀況一不OK 然後就直接拿出來 你呢我幫你 就是會一直提醒她這樣 然後提醒到她好像都覺得 好像真的應該要保養 有些人真的一開始不在乎對不對 有些人覺得我還年輕啊沒關係 然後我就說不行 就是看看你 然後她就自己才慢慢的檢視照鏡子 發現 好像真的要保養 要從right now開始 對 欸 那除了幫人家之外